歌唱家英秀梅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以其高亢澎湃的嗓音 情感丰富的演绎和严谨的音乐素养而著名于世 她的歌唱技巧被誉为华彩绝伦 为广大音乐爱好者们所称颂 一 歌唱技巧分析 英秀梅的歌唱技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强劲而迷人的音色 英秀梅的音色高亢而具有穿透力 她的嗓音具有极强的爆发力和柔美的调性 使得她能够精准地驾驭各种音乐形式和音乐风格 二 奇妙的音乐性 英秀梅的演唱具有严谨的音乐素养和独特的音乐感物 她的演唱能够完美地表现出 作品所包含的音乐知识和艺术信息令人赞叹 三 准确的音准和节奏 英秀梅的节奏感非常准确 她的吐字清晰 语音流畅 唱到高音时也很顺畅 她能够把音符唱得极为准确 不偏不倚 不紧不慢 四 丰富而真诚的情感表达 英秀梅的演唱自然流畅 情感真挚 深入人心 她能够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情感表达 以及人物的心情变化将其完美地表现出来 给观众带来深刻的感受 二 歌唱技法优缺点 一 优点 一 音色强而有力 从而能够适应于各种音乐风格和形式的演唱 二 具有独特的音乐感物和素养 能够完美地表现出作品包含的各种音乐元素 三 节奏感强 音准准确 能够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整体节奏感和韵律感 四 情感表达真挚 能够深入到作品中的情感变化和人物内心 将其生动地表现出来 让人感受到很强的情感共鸣 二 缺点 一 演唱时有时会过于激情肆意 不够稳健 二 有时在掌握高难度的曲子时 可能会过于注重技巧和技术 而降低了歌曲的艺术价值 三 有时在诠释歌曲时 可能会有些僵硬 缺乏自然流畅的感觉 三 学习歌唱家音秀梅歌唱技法 需要注意事项 学习歌唱家音秀梅歌唱技法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了解歌曲的情感变化和音乐元素 掌握歌曲整体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二 注重声音的准确性和宁静 保持稳定的音色和音高 不要过于激动或者过于自我陶醉 三 在演唱时 要把握好文言的发音和曲式 避免出现吐字不清 发音不准的情况 四 注重自己的情感表达 不用刻意追求华丽的技巧和技术 注重自然和真情实感 总之 学习歌唱家音秀梅的歌唱技法 需要勤奋努力 注重原声原味的表达 并且要融会贯通音乐的情感元素 才能够开启自己音乐之路的新篇章 记得关注我 关注我 关注我 一位致力于悠悠通道 泛音歌唱法的歌者 和声乐理论评论家 创作不易 关注一下吧 歌手杨博士撰稿 字幕志愿者 杨博士撰稿